俄军加强火力 炮口对准位于马利波内的 亚速钢铁厂不断猛攻 同时间Z字坦克长驱直入 而部分日夜的空袭与炮击 更是铺天盖地而来 以亚速钢铁厂为中心 战火烟消之下 浓浓黑烟几乎没有停过 俄罗斯总统普丁日前 与以色列总理通话时指出 亚速钢铁厂内的士兵 被围攻许久 应该要起血投降 然而乌军誓死血战 更录制影片高唱爱国歌曲打气 其中还有女兵的身影 乌军齐行抗敌 就能一度攻进亚速钢铁厂的 俄军也已经被守军击退 然而2G密集的轮番攻击 才说好的人道走廊再度毁约 导致依然受困的至少200位平民 无法撤离亚速钢铁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沉痛形容 陷入血战的亚速钢铁厂犹如地狱 呼吁联合国等外界声援 别让平民沦为炮火下的无辜牺牲品 三连新闻